那在影片開始前呢 還沒訂閱的記得按訂閱 打開小鈴鐺 這樣才可以知道什麼時候 我上新片跟什麼時候直播喔 大家好我是花之丸 今天就來正面回憶 關於老唐版權砲的問題 基本上你拿別人的影片 來直接做成自己的影片 而且沒有過問別人的許可權 你本身就已經犯法了 關於這一點 你還有什麼需要去評論的嗎 應該沒有什麼好說的吧 那這點已經犯法屬實之外 很多人問我說 為什麼把之前直播的那部VOD給下架 很正常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每一天我都要收到一堆很奇怪的留言 我看的覺得很煩 甚至是這種的 我隨便舉個例子 我隨便抓一個留言 像這種的 那種什麼可憐就不要出門被我遇到 不然就把他打到主缘這種東西 那像這種東西的話 我看看就好 反正也沒差就讓他在那邊嘴炮 但是每一天都有這種 起碼不下一百折那種 腦粉洗版那種 那我也覺得沒差就讓他在那邊洗 那只是洗得很煩 每次都要跳那個鈴鐺通知 YT後台只要有人就有 他就會跳通知 我覺得很麻煩 所以就把這個影片給設為私人 這樣至少不用再收到這些言語就騷擾 就這麼簡單而已 那你拿別人的影片去二創 你完全不經過任何的同意 那你如果沒犯法 YT會下架你的影片嗎 這不是基本常識嗎 犯法人在先有什麼好叫囂的 裝什麼可憐 好想一想 那二來是有許多人都會說 老唐周會員制之後 為什麼我開始出活動的影片 活動的影片 從這個遊戲剛開的時候 我就一定在做了 只是中途我認為沒有必要做 因為有很多YT站出來做這個活動內容 那今天他變成會員制了 有些人就不想付費啊 那大家應該都是 基本有自己閱讀的權利吧 想看跟不想看自己決定 那我出了一個可能品質沒有 沒有老唐那麼高的一個影片 那你也可以拿來多參考 不是拿來洗版說 老唐資料命率高 那你想看他你就去付費嘛 我這邊就免費質量比較低嘛 就是想看什麼就看什麼 不同類型的影片 同類型的影片 每個人都可以做 更何況這種東西我早就在做了 只是我中途停了很久沒有在做 因為我認為我做精華就夠了 想把這些活動的影片 留給其他YT的實況主 那是因為你們這些人 不要說你們這些人 老唐你 就是一直攻擊一直攻擊 所以我認為呢你就是想要攻擊而已 所以我就自己再跳出來做 那既然你都要變成付費的 那你就去做你的付費的高質量影片 那我呢就交易給我的觀眾一些 一手的情報 我第一拍感受到情報 那我認為有沒有CP值的東西 那這種東西就是因人而異嘛 我覺得高CP 那你覺得低CP 那又如何 你有必要這樣攻擊嗎 那你攻擊就算了 你直接不經過我同意 然後就直接複製我的影片 那請問誰對誰錯 好好想一想 真的好好想一想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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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嗎 好嗎